我絕對認為香港人應該高興的 因為林鄭月娥的確是一個肯做事的人 我相信香港人其實都有相當部份 是期待一個積極有為 願意迎難而上去解決我們問題的行政長官 正如她自己都說 她將來她的班子可能會比較多 起用多些的婦女給多些機會 可能女性可以去參政 或者加入她們政府的工作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新嘗試 我相信香港有才能的婦女 或者是女性也有很多 我當然期望她能夠繼續做到 好像梁振英在一些重大的大事大非問題上 非常清晰和堅定去維護一國兩制 我也坦白說 對她也是有信心的 我也希望泛民 或者反對派的人士 不要像現在選舉的過程中 不斷地將她抹黑 成為一個不願意聽意見的人 其實老實說 這樣對她是很不公平 我們過往也都看到 反對派用同一招 對付梁振英 將梁振英打成一個 又是好像她們很不喜歡 不喜歡聽她們的意見的人 但是我想新任的特首上場 我們希望她能夠回歸理性 不要再用這個抹黑的心態去做工作 好